还高高兴兴地去参加面试 不曾想 公司还特意派出千万豪车来接他 心想这公司待遇也太好了 还没入职就为员工着想 很快就到了地方 结果来的并不是公司 而是一处私人住宅 进入房间内 小念才发现来错了地方 自己参加的是投稿会 而他这里却是一个科技公司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找不到门在哪了 原来男人是恩义科技的总裁工哦 找女孩来 是因为他感觉 哥哥去世的车祸与他有关 想要查清楚 还哥哥一个清白 没想到 小念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公欧见他不肯说 便转身离开了 等小念想要离开的时候 却不知该怎么打开门 公欧便在另一个房间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告诉他只要说出实情 就会放他离开 可小念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吃晚饭的时候 却发现小念不见了 看完监控才得知 他找到了开门方法 接着就离开了这里 就在小念为自己能逃出来 而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 发现后面有车追了过来 他连忙躲在路边 谁知一个不注意就滚下了山坡 然后就昏了过去 公欧通过树林的监控才发现他 第二天小念醒来才知道 自己还是没能逃出去 他起身就想离开 结果公欧还要求他说出实情 奈何小念真的不知道 见状就安排助理把他送给 小念想着他人还怪好累 殊不知他是要开启 狗皮膏药的方式来找寻答案 这时助理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便告诉公欧 说他哥哥的车祸给小念毫无关系 他就让助理去落实情况是不是真的 自己在这里省着 没想到小念刚做好饭 他却直接给夺走了 更没想到吃了一口之后 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直接狼吞虎咽了起来 哪只吃着饭还挡不住他的嘴 小念忍无可忍 就把饭给他夺了回来 小念再也绷不住了 因为男朋友刚被妹妹抢走 找工作又碰到了公欧这个摔神 他还试图用歇斯底里的呼喊 来唤醒门外父母的良知 母亲想起身去帮他 却被父亲给拦了下来 只因他们想让另一个女儿过得好一些 原来在二十年前千出因为眼睛看不到东西 小念就答应做他一辈子的眼睛 带他感受这美好的大千世界 也是在那一刻 男孩答应他长大后 一定会在最美的大学里向他求婚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 好不容易熬到千出能见到光明 结果却被心机妹妹摆了一道 原来他在小时候也喜欢上了千出 所以就让父母把姐姐关在家里 自己好冒充他得到千出的认可 而千出也没多想 误以为他就是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小念 于是在出血这天 千出也对他完成了小时候的诺言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惊喜 小迪也是感动的掉下了眼泪 毕竟他将本是姐夫的千出 变成了自己的男朋友 可当小念得知千出和妹妹表白后 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怎料他不仅没有一丝歉意 反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还说妈妈从小对他太好 以至于把自己这个亲生女儿都忘了 听见他说的这些话 小念却是无言以对 毕竟自己是在寄人篱下 晚上妹妹就和父母说了 他要和千出订婚的事情 爸爸无意间提了一堆小念 他立马就不愿意了 然后还让他们转告小念 并婚当天一定要去 要不然怕媒体乱写 对千出影响不好 第二天 父母却不知该怎么和小念开口 于是爸爸就编了谎话 把他骗了回来 当他来到小区 看见妹妹的车之后 就明白肯定有事找自己 然后就想离开 偏偏这时妈妈打来电话 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来了 谁知妹妹上来就是一阵羞辱 听他们怎么争吵 爸爸妈妈却始终躲在厨房不敢露面 随后小念独自一人 来到了以前经常来的酒馆 等料却看到千出也在 小念想说些什么去不知该怎么说 毕竟他第一眼看到是小迪 估计自己再怎么解释 他也不会相信 接着便伤心地离开了 金鸡妹妹喂抢姐姐的青梅竹马 竟拿卷发棒朝自己背上烫了一道疤 想着把假象造得逼真一些 就可以顺利完成今天的订婚典礼 而女主本应该是她的姐姐 等料经过她的操作之后 竟成功将姐夫变成了未婚夫 为了以防万一 她才与姐姐留了同款的伤疤 不得不说 她对自己也是挺狠的 尽管都走到订婚这一步 她还是不放心 生怕再出现什么意外 毕竟抢来的东西 随时都有种要失去的感觉 殊不知 姐姐此时已经到了酒店门口 发生这件事后 她本不想出现在这里 但公欧不忍心看她受委屈 便执意要带她来 随后他们俩就出现在了典礼现场 不曾想 一出现就成为了全场焦点 妹妹见状就感到一丝不安 还好姐姐比较懂事 没有大吵大闹 事后小念与千初碰到了一起 没等她说什么 千初竟然先质问起了她 任凭小念怎么解释 千初还是不肯相信她 就在这时 妹妹连忙赶了过来 只要千初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她就害怕 害怕被姐姐再抢回去 妹妹听见这话就有些心虚 连忙拉起千初的手 偏偏这时 公欧及时出现解救了小念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妹妹连忙将千初拉走了 不过千初还是有意无意 和妹妹提起了往事 她却有些心虚 就想亮出伤疤给她证明 千初见状连忙阻止了她 第二天一大早 小念却在无意间看到 千初再和妹妹看日出 她瞬间心情不好了 因为站在日吉岛看日出 是她和千初的约定 而现如今的她 只能站在远处观望 公欧见不得她委屈 连忙捂住了她的眼睛 随后妹妹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就和妈妈提出 想和千初尽早结婚 妈妈却说刚订完婚 不用那么着急 殊不知她恨不得现在立刻马上结婚 因为只要有姐姐在 她一天不和千初结婚 她的心就一天放不下 偏偏千初在这时出现 她好不容易 从悲伤的心情中走出来 不曾想这时 前男友却发来信息说有事找她 下一秒往事立马涌上心头 原来同父异母的妹妹 也喜欢她的男朋友 为了让她主动退出 妹妹就整天在家里闹 让父母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然而她却为了家庭 主动牺牲自己成全的妹妹 想想是到如今也该做个两段 于是她为了断干净些 当即找到刚认识一天的公欧 请她坐下自己的临时男友 晚上小念来到两人相约的地方 看到千初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她前脚刚坐下 公欧随后也跟着出现了 还特意为小念点了她爱吃的烤鸡皮 千初见状却说 自己找小念有姿势要打 请公欧回避一下 谁知没等她做出回应 小念直接给千初回去 然后还表明了两人的身份 不曾想到该做出了断的时候 小念还是很不熟 毕竟曾经深深相爱过 哪会这么容易说放下就放下 说完就伤心地离开了 千初还想挽留 可公欧哪会再给她伤害小念的机会 一顿霸气护妻之后 就搂着小念离开了 不曾想回到家后 两人之间却产生了不可描述的情感 对女人从不感兴趣的公欧 这次像铁树开花似的 直到深夜都还在回忆 两人之前发生的点点滴滴 第二天小念为了 尽快挥去失恋的阴影 就出来找工作 结果却屡次碰壁 更没想到的是 工作不仅没找到 包包也被小偷给抢走了 这真是偷击不成还十八米 回到家他就懊恼自己没本事 就在这时公欧突然出现 知道他手机丢了 就准备送他一部新的 结果他还矜持地说不要 见公欧真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却后悔了 连忙上手抢他手中的手机 没想到这时 公欧父母突然出现 公欧见状连忙解释 说不是他们看到的那样 随后小念还懂事地 为伯父伯母端来水果 结果却被公欧介绍说 她是自己的女朋友 还做梦都没想过 有一天能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然而当他在踏进房间的那一刻 竟瞬间想起了 小时候与千初的约定 现如今爸总去帮他 实现了这个梦想 与此同时 千初也带着小念的妹妹 出现在了这里 在他眼睛恢复视力的那一天 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小迪 因此误以为 是他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然后就带他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 完成了小时候对他的诺言 殊不知他恢复视力的那一天 小迪故意把姐姐关在家里 只为将千初从姐姐身边夺走 心地善良的姐姐 却甘愿牺牲成全了他们 然而善良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老天又给他安排了一个 多才多艺的霸道总裁 随后小念准备离开时 却意外发现妹妹与人发生争执 他连忙上前替妹妹解围 碰巧这时千初也赶了过来 面对他的出现 小念却感到不知所措 霸总见状便上前帮他 化解了这次尴尬的局面 妹妹却丝毫不领情 想着姐姐就是在他面前炫耀霸 而千初在听到 刚刚霸总说的那些话 也想起了曾经的一些往事 内心不由产生了疑问 回到家之后 便撤敲旁极地问到小迪 关于他们过去的一些事情 面对他的质问 小迪却感到一丝不安 担心他会发现更多真相 连忙找借口说自己累了 然后上楼休息去了 而小念在回到家之后 却和霸总商量 想借工作室开张之时 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 霸总见他满怀期待 就直接答应了 可令小念没想到的是 见面会当天来的竟然都是 一些菜市场的大爷大妈 气得他当场就取消了 殊不知这一切 都是霸总在背后安排的 他怕当天没人来 就特意花钱过来的这些人 小念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当即就要去找霸总算账 刚出门却碰到了千初 怎料他来找小念 并不是为了解除疑惑 而是想让他把工作室搬走 将位置让给小迪 总裁霸气护气 简直不要太帅 然而下一秒 他竟粗意大发 开始训斥小念 说他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嘴上说着不再与千初联系 背地里却还偷摸见面 小念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事情 他会发这么大脾气 原来千初今天来找小念 是因为霸总给他 买下一个工作室 谁知千初也看上了那个地方 想买下来送给小念的妹妹 知道他心地善良 就想着和他商量一下 把地方让出来 碰巧被霸总看到 而霸总之所以那么生气 是因为他觉得小念太善良 千初与小念本是青梅竹马 结果被小念的妹妹通过一些手段 把千初变成了他的男朋友 小念健壮 也没做出多余的解释 而是让司机停车 两人先分开冷静一下 没想到 等小念再去上班的时候 竟看到妹妹在工作室门口等他 便问他来这干嘛 我为什么要把我工作室搬走 都不知 他是怕千初和姐姐死灰复燃 让他把工作室搬走 断了两人的念想 没想到这时霸总及时出现 相同的场景不同的人 让他将霸道总裁的形象 拿捏得死死的 回家的路上 霸总就让他去公司上班 小念却说自己已经在五八同城 找到合适的工作 随后就回到了霸总家里 听见好朋友在说话 就想着给他们一个惊喜 结果却无意间听到 霸总和他的青梅竹马去约会了 发现小念之后 他们想解释一些什么 小念却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还说去给他们倒水 等晚上霸总回来就看到 小念在收拾行李 说要搬回自己家住 霸总却以为他还在生气 就没有做任何挽留 直到助理 把小念送他的东西拿出来 还明白 原来小念是在吃他和青梅竹马的醋 然后就找到他 说自己不需要这些东西 于是第二天 他为了不让小念再误会 便和青梅竹马 把感情的事给挑明了 他也看得出来霸总喜欢小念 不曾想晚上 他竟主动替霸总和小念表白了 还不小心摔碎了 与未婚夫的定情信物 而这一举动 也让男人对他产生了怀疑 毕竟这东西是他送给自己的 摔碎后 他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况且连家里的庸人都知道 千初很在乎这个水晶球 而身为未婚妻的小迪 却完全不知情 千初又看了看他 他依然还是没做出任何回应 殊不知他是冒充姐姐 和千初在一起的 所以千初和姐姐的好多经历 他都不知道 第二天 两人再去公司的路上 千初突然头痛欲裂 随后来到医院 他竟想起了 之前和小念说过的约定 小迪见状就有些心虚 然后借拿病例的机会 和千初妈妈打听了一些事情 得知了水晶球的故事 晚上他就重新买个 一模一样的水晶球 送给了千初 还解释说 昨晚是因为自己太紧张 所以导致什么都没说 千初拿着失而复得的水晶球 却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还说以后会好好爱他 小迪听见这些话 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害怕千初知道真相后 会离他而去 深夜千初做梦 又想起了往事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便回老家寻找那个重要的盒子 结果找半天也没找到 原来是被妈妈放了起来 当看到守会结婚证上 写着石迪的名字时 他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因为这证明了 他之前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于是他当即找到小迪 表示希望尽快把结婚证办了 趁着把他的那张守会结婚证 也拿来留作纪念 听见这话小迪愣了一下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守会结婚证 然后就解释说时间久了 自己回去好好找一下 回家后 他在姐姐的房间 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 于是转头找到姐姐 朝他要那张守会结婚证 见这招不管用 他连忙改变策略和姐姐胡乱 奈何心地善良的小念 看不得这些 只好拿给他 没想到下一秒 千初竟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男人本想告诉未婚妻的姐姐 自己即将与他的妹妹登记结婚 然而他却意外看到未婚妻 正在和姐姐索要两人的定情信物 看到他的突然出现 姐姐连忙把定情信物给撕了 千初见状似乎明白了一些东西 等妹妹发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他追出去想和千初解释 但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随后千初还安排助理 在他领结婚证的那天 安排一场重要的会议 日上回到家 千初又以工作忙为由 提出与小迪分居 任凭他怎么解释 千初都不肯相信他 毕竟人生大事 他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给办了 小迪见状也感到了一丝不安 因为第六感告诉他 千初要得知真相了 而此时的小念却还在为 撕碎两人的定情信物 感到自责 毕竟那是两人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来到千初与小迪领结婚证的这天 千初却说自己有工作要忙 领证的事情就往后推推 殊不知小迪比谁都明白 立马说自己下午也有事要忙 这样不仅给了千初面子 自己反而还不会太难堪 没想到千初转头就来找小念了 更没想到这时 小念遇到一个难题 因为接到漫画杂志的专访 需要一个年轻有为的老板做衬托 碰巧千初听见他们的对话 便毛遂自荐地说可以帮他 正好千初想借此次机会 弄清楚自己的青梅竹马 到底是小念还是他的妹妹 怎料专访这天 路上发生了堵车 情急之下小念就拉起千初 一路奔向了电视台 而他的这一举 也让千初想起了 小时候熟悉的感觉 殊不知他的青梅竹马就是小念 仅敢慢赶两人还是赶上了 可就在他们接受专访的时候 霸总却突然出现了 他以为这次专访 小念会找到自己 结果却看到他找来了千初 随后便失望地离开了 等他们专访结束之后 却在门口碰到了小迪 他害怕千初得知真相后 会离自己而去 便想找小念说清楚 就在这时霸总及时出现 然后就带小念离开了这 随后便粗意大发地问他 为什么请木千初陪他参加专访 小念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而且自己之前也找过他 只是看他业务实在太忙 就没好意思开口 可霸总只顾着吃醋 哪会听他的这些解释 记得小念当场转身就要离开 想想不是自己的错 便又说道 你快来跟我道歉 而霸总看了看他 什么都没说就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晚上 小迪竟找到霸总说要和他合作 因为他知道霸总喜欢小念 而自己刚好又喜欢木千初 想着两人合作设计一个圈套 就都能抱得美人归 毕竟他当初就是这样 把木千初从姐姐身边抢走的 怎料霸总没惯着他 说完就潇洒地离开了 留下小敌一人 脸上写满了无奈 第二天 小念和闺蜜说了这事之后 闺蜜就和他分析了一下 想想这事也不能怪霸总 于是他为了和霸总赔礼道歉 就做了他最喜欢吃的蛋炒饭 然后自己又躲在了窗帘的后面 看见霸总心满意足地吃下第一口后 他却故意发出了一声猫叫 然后就和霸总心平气和的 聊了聊昨天发生的事 并说以后再有什么事 就多为对方考虑考虑 不要一味地埋在心里不说 而霸总冷静下来之后 也是给予了理解 经过这件事之后 霸总像是铁树开了花一样 主动和助理商量起 和女孩告白的方式 最终他竟选择用机器人 代替自己表白 结果找到小念的时候 却看到他正在给男同事过生日 为了不让霸总误会 小念赶忙将男同事之走了 然而霸总的表白方式 却是非常独特 真人在他面前不直接说 而是将表白的话语 露进了机器人里面 没等小念反应过来 霸总却突然起身离开了 助理试图对他进行阻拦 他却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第二天 霸总又以工作为由 试探小念的态度 并暗示他工作室 有些人是可以开除的 小念明白他的意思 连忙进行了解释 没想到这时 机器人来了个神助攻 下一秒 霸总竟害羞地拿起机器人跑了 不得不说 他对得起母胎单身30年的称号 小念以为霸总是在开玩笑 便想着找他问个清楚 不曾想去看到 他因为太紧张正在疯狂炒饭 尽管炒饭都做成了探测 他还是执意要吃 没等小念切入正题 他竟然直接昏了过去 害得小念以为他中毒了 还好只是疲劳过度造成的昏厥 并无大碍 而霸总也算是逮着机会了 为了能和小念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他就一直装作不舒服 见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他又把机器人拿了出来 说给他进行了改善 小念确认霸总不是在开玩笑 也间接地接受了他 第二天霸总来到家门口 就开始幻想 小念贴心地做好饭在家等着自己 想想嘴角就不自觉地扬起了微笑 等料进到家中 竟然什么都没有 甚至小念都不在家 随后就和他打去了电话 没等小念做出解释 霸总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训斥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等不及的他 便想着出来看看 结果却看到 小念正坐在男同事的车里 男人约见青梅竹马 却惨遭暗算 原来牵出阴眼级做了手术 术后第一眼看到的女孩是小迪 便误以为她就是 常伴自己左右的青梅竹马 然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 千初对小迪求婚了 事后两人便名正言顺地 住在了一起 殊不知经过日常相处 很多事情就暴露了出来 这天 小迪在拿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 千初珍藏多年的水晶球 而他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一举动 也让千初对他产生了怀疑 毕竟这东西是他送给自己的 对此他怎么会不知情呢 第二天他就用冰淇淋试探小迪 结果他拿起草莓味的就吃了起来 还说是自己的最爱 然而千初冥冥记得 他的最爱是巧克力味 这也让他更加确定 小迪不是他的青梅竹马 于是他准备找小面问个清楚 怎料却看到 小迪正在向他索要 两人的定情性 等小迪发现时 就已经为时已晚 他想追上千初做出解释 可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晚上千初就以工作忙为由 和小迪提出了分居 任凭他怎么解释 千初还是听不进去 毕竟感情这东西不能随便将就 没想到第二天 他又在小迪的办公室 发现了熟悉的东西 这让他不仅想起了 小念曾对他说的那些话 随后他独自看着这些漫画 怎么看怎么像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想着想着脑袋就开始痛了起来 于是他决定约见小念 彻底问个明白 随后霸总便陪他一起赴约 却发现后面有辆车在跟踪自己 见状便在下一个路口把他甩开了 接着就来到了 与千初相约的地方 不曾想还没等他们相认 那辆车就追了过来 而小念为了弄清楚是谁 便上前阻拦 千初却为了救小念 被车撞出了数米之外 而这一撞 也让他想起了曾经的往事 你是想起我了 男人经历一场车祸后 竟然神奇般恢复了记忆 然而未婚妻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却难过地哭了起来 原来他是冒充姐姐 在男人失忆期间和他谈的恋爱 好不容易熬到了快要结婚 但随着男人记忆的恢复 也就暗示着两人的缘分 即将走到尽头 姐姐见状 便想给他安慰 谁知他到现在还不知悔改 心地善良的小念 还在想着如何安慰他 乃至人家完全不理情 随后 小念回到病房 本想告诉千初 自己现在已经有了男朋友 但见他状态不是太好 就没说出口 也是因为他的不好意思 便被千初误以为 两人还能回到从前那样 就在这时 小敌突然出现了 为了避免误会 小念准备离开 没想到却被千初喊住了 小念什么都没说 直接离开了 不曾想 回到家后 却看到一片狼藉 原来霸总在得知 小念的青梅竹马 恢复记忆之后 心情不爽便发泄一通 小念想和他解释 可他现在正在气头上 哪听得进去 他说的这些话 由于片刻 小念竟选择了千初 霸总见状伤心地离开了 小念连忙追上前 与他解释 殊不知 霸总对他发这么大脾气 并不是因为他和千初见面 而是他没有僵 两人的关系表示出来 这样会造成千初误会 最后尽管霸总不是很生气 但还是不同意 他去医院照顾千初 事后小念主动约霸总出来道歉 不过最终的目的 还是想去医院照顾千初 可霸总深知让他去 就有可能会鸡飞蛋打 哪会允许他去 两人最终还是不花散 小念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要去 霸总这时却预判了他的想法 告诉他去可以 但是得拿着机器人 这样就可以随时查看他的消息 怎料小念刚来到医院 闺蜜就有及时把他喊走了 匆忙之中 竟然把机器人忘在了医院 当霸总再次联系他时 看到的却是千初 听到这话 霸总瞬间不淡定了 下一秒便找到了千初 谁知见到霸总的出现 千初却是先发制人 拿着机器人问他 这就是他所谓的爱嘛 霸总此时哪肯示弱 直接将机器人夺了过来 晚上小念回到家中 便问霸总今天去找了千初的事 霸总见状也没有隐瞒 小念听见这话很生气 认为他的行为有些过分 可霸总却毫不在意 为了阻止他去照顾千初 还说特意从国外 请来了知名陪护 然而小念对此并不领情 不仅没接收到他的好意 还责怪他没有怜悯之心 霸总见状便以肚子饿了为由 给他一个台阶下 那颗小念根本就不领情 第二天霸总就改变了策领 为了留住小念 就给他安排了大量的工作 而他自己也没闲着 召集了所有女员工 询问他们 如何才能抓住一个女孩的心 听完他们的建议后 霸总就准备先从小礼品开始 没想到的是 却意外碰到千初 在与小念一起买礼 霸总什么都没说 直接转身离开了 小念见状赶忙追了出去 说两人在一起只是巧合 正在气头上的霸总 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这些解释 认为他是在想方设法 背着自己从家里溜出来约会 听见这话 千初当即给予了回应 小念不是你的下 更不是你的夫妻 接着就将小念给带走了 直到晚上他才把小念送回家 回到家中 小念想着还像以前一样 哄哄就过去了 殊不知 霸总这次是真生气了 毕竟他的行为举止确实过分 但他直到现在都没意识到 见霸总不为所动 小念只好自讨没趣地离开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他竟然收拾好行李 说要搬出去一段时间 让彼此冷静一下 霸总并没有对他进行挽留 显然小念这次将他伤得不轻 然而一天还没过去 霸总就让助理以工作为由 把小念约在家里见面 小念接到消息后 就提前为霸总做了 他最喜欢的蛋炒饭 没想到闺蜜突发急事 一个电话把他喊走了 等霸总回到家中 却发现厨房一片混乱 他连忙将火给关着了 碰巧这时 小念也赶了回来 结果话没说两句 霸总又看到了 小念与千出的绯闻 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小念却突然昏了过去 霸总以为他在装 但凑近一看 发现他是真的昏了过去 幸好只是疲劳过度所住 并无大碍 然而下一秒 静又碰到了千出 看着小念躺在病床上 两人再次发生了争吵 吵闹声也惊醒了小念 让他们不要再吵了 霸总见千出想上前关心小念 却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 小念见状却怪霸总 没有一丝人情味 说自己想要休息 让他先离开 而他想着走也得把千出带着 乃至小念这时却说道 你们别闹了 还一觉醒来 静发现未婚夫彻夜未归 接着就和他打去了电话 怎料这时 并床上的小念 不小心碰倒了水杯 千出见状 连忙上前帮忙收拾 便把手机放在了一旁 打指千出竟以工作忙为由 匆匆挂断了电话 下一秒 小敌却直接崩溃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付出 能得到千出的认可 然而在千出的眼里 却还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殊不知 欺骗而来的爱情 终究会支离破碎 于是 他为了继续和千出在一起 便找到小念 求他和千出断了联系 心地善良的小念 不想让父母因为自己受牵连 便答应了小敌的请求 随后小念就找到千出 希望他忘掉两人的过往 并说自己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 千出不相信他说的这些话 努力想挽回两人的感情 小念为了断绝他的幻想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怎料千出转身找到小敌 因为他知道 好多事都是小敌在背后搞鬼 便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两人不可能在一起 还说就算没有小念 也不会选择他 说完就要起身离开 小敌明知他一旦走出这个家门 两人的感情就彻底散了 便赶紧上前挽留 但千出已经下定决心 哪还会再给他留有念想 为避免小敌再来纠缠 千出想着暂时搬出去两天 不曾想 还是被前来找他的小敌给发现了 然后他就一直跟在千出的车后面 千出怎么甩都甩不掉 无奈只好停在了路边 小敌走上前来说 想和他谈谈 他们来到河边 小敌试图用两人曾经美好的回忆 来唤醒千出对他的爱 然而 面对已经铁了心要分手的千出 这些回忆似乎毫无用处 最终 千出还是再次拒绝了他 此时的小敌也明白了 有些感情一旦失去 就再也找不回来 总女孩得知 霸总男友的父亲生病 连忙赶来探望 不曾想 伯父对他这个 未来的儿媳并不满意 反倒是伯母 对他是倍加喜欢 甚至劝他不要与伯父一般见识 小念也很懂事地给予了回应 还提出让霸总请个家庭医生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会和霸总轮番照顾伯父 怎料这话竟被伯父听到 表示自己不用家庭医生 还说要搬去与他们一起住 令小念没想到的是 霸总竟然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晚上霸总就以父母为借口 非要和小念同居 小念不同意 霸总就编故事骗他 说妈妈喜欢夜游 如果被他发现两人没住在一起 就会穿帮 半信半疑的小念最终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 伯母发现他俩住在一起后 可是非常开心 然后就安排小念吃完早饭 陪他去逛菜市场 原来伯母在小念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便想借机传授他 如何赢得伯父的欢心 晚上伯母突然八卦了起来 询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关系 还说身为父母 需要提前为他们做好准备 小念见状连忙点回绝了 但伯母说着说着 竟摸向了他的肚子 害得他赶忙解释 说是吃多撑的 小念非常开心 然而当他以为 自己可以慢慢融入 霸总的家庭时 伯父再次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说他在事业上 根本帮不到霸总 只会拖他后腿 任凭霸总怎么解释 父亲始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随后霸总就拉着小念 让他搬家 可是小念却执意要住在这 因为通过与伯母的相处 他有信心说服伯父 让他俩在一起 随后他就在伯母的帮助下 利用与伯父学画画的时间 和他交流了一番 没过多久 伯父就让他陪自己出去走走 他以为和霸总的事情 发生了准机 怎料伯父仍然不同意 他们在一起 然而在晚上 当伯父看到他们俩 开心地在一起画画时 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原来在前不久 他发现自己身患重病 为了让自己走得安心 便故意反对小念和霸总在一起 只为了考验他俩的感情 兼布兼布 看到这一幕之后 他也算是安心了 还在记者发布会现场 澄清自己的漫画侵权问题 不曾想 同父异母的妹妹 竟突然给了他致命一击 原来在不久前 小念半年没开张的漫画工作室 喜从天降接了一个项目 于是他为了做好这个项目 就回妈妈家 寻找自己小时候的漫画手稿 作为灵感 碰巧这是小迪也回来了 师范时他还嘲讽小念 说在家就不用装了 小念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便说道 我已经垂底了 放下钱 听见这些话 小迪却想起了 沐雪曾对他说过的话 一边是亲人 一边是自己爱的人 此时的他 却有些不知所措 放后小念在寻找手稿时 被小迪看到 便问他在干什么 小念解释说 工作室新建一个项目 想要用小时候的漫画手稿 找找灵感 小迪却突然提醒他 市面上陷阱太多 让他小心点 听到这话 小念心里也是暖暖的 然而几天后 网上却爆出了 小念漫画侵权的丑闻 一时间他成为了舆论焦点 闺蜜怕他压力过大响太多 便来家里探望 怎料这时 合作方打来了电话 说他们会召开记者发布会 帮他澄清一些不实信息 听见这话 小念也是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 小念怀着忐忑的心情 来到了记者发布会现场 没想到下一秒 主持人竟又请出了小迪 对于他的出现 小念很是惊讶 更没想到的是 在澄清误会时 小迪竟突然站出来 说这不是误会 而是姐姐明知故犯 殊不知 这一切全是沐雪在背后操控的 因为他有把柄在小念的手里 而他又看中小迪 喜欢自己的弟弟 便以此作为筹码 让他与自己联手毁掉小念 没想到 小迪为了爱情就答应了他 然后就出现在了发布会现场 不曾想下一秒 现场突然停电了 紧接着 小念的霸总男友就出现了 霸总之所以表现得紧张兮兮 是因为就在不久前 小念的漫画工作室遭人算计 而幕后黑手竟然联合 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小迪 一起陷害他 好在危急时刻霸总及时出现 帮助小念逃过一劫 随后几人来到一起时 小迪还不承认自己在陷害姐姐 直到霸总拿出证据 他才说出此事是受沐雪指使 而他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他的恋爱脑 沐雪答应他 只要此次将小念搞得身败名裂 就会让他跟自己的弟弟在一起 经过霸总的分析 小迪才明白 沐雪竟一直在利用自己 对付姐姐 气急败坏的他 就要在记者面前 拆穿沐雪的真命 然而却被小念及时制止 刹那间 两姐妹多年的恩怨 也在此刻化解 为了解决工作室的困境 小念就与闺蜜 找来了侵权漫画的原作者 经过一番商量 便顺利地解决了困境 与此同时霸总竟突然出现 误以为他再次出现意外 结果竟是虚惊一场 毕竟他和小念发了无数条信息 都没得到回应 可就在这时 沐雪竟打来电话 说有事要与小念单独谈谈 而且只允许他一人前往 霸总问是谁打来的 他却说是一个广告商 敷衍了事地混了过去 回到工作室 几人商量过后 小念决定不告诉霸总 自己置身前往 白宇担心小念的安危 作为沐雪曾经的手下 他深知对方的手段 决定陪同前往 第二天 两人一起来见沐雪 不曾想没说两句 沐雪就说要和小念单独谈谈 将白宇之走 他明知小念心地善良 就和他打起了感情牌 说千初的病需要出国治疗 要不然很容易再次失明 还说他是赔签出的最好人选 听见这话小念犹豫了 毕竟两人是公认的青梅竹马 沐雪见状连忙趁热打铁 说只要他答应 就会放过他的家人和霸总 为了大家都好 小念便答应了他 紧接着 沐雪就把机票递给了他 等白宇再进来时 两人都已经不见了 白宇四前想后 决定将情况告知霸总 他总心急如焚 想要得到未婚妻的消息 然而电话那头 却始终无人接听 殊不知 此时的小念正准 陪青梅竹马地牵出去国外疗养 而霸总也在下一秒 找到沐雪问他小念在哪里 他却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 似乎早已预料到霸总的到来 原来小念的突然消失 竟是沐雪一手操控的 他想利用小念 来威胁霸总交出公司股权 奈何小念偏偏正中他的下怀 当霸总看到小念的照片时 沉默片刻便直接离开了 爱气心切的他 回到公司后 立即召集了所有股东 宣布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沐雪 随后霸总再次找到沐雪 而他健壮便将准备已久的合同 递到了霸总面前 说只要他签了这份合同 就会告诉他小念在哪里 听见这话 霸总毫不犹豫 签下了这份股权转让书 然而就在这时 助理却发来消息 说小念与沐千初出现在了机场 霸总看了沐雪一眼 便转身赶往了机场 不曾想 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霸总却收到父亲住进医院的恶好 无奈之下 他只好忍痛舍弃小念 没过几天 霸总的父亲便因病离世了 而在国外的签出 看到小念陪在自己身边并不开心 也明白了有些东西 一旦失去就永远无法挽回 于是两人当即就回国了 然而霸总却怎么都不愿见小念一面 朋友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们灵机一动 决定给霸总一个惊喜 这天 小念反复练习着告白宣言 下一秒 助理便将霸总骗了回来 当小念告白后 霸总竟然拒绝了他 顶接着就离开了 小念深知这一切 都是因自己而起 所以他并不怨恨任何人 在得知霸总的父亲 在自己离开的几天内去世后 他心怀愧疚地前来探望 站在墓碑前 他倾诉了内心的愧疚与哀伤 没想到这时 霸总竟突然出现 小念以为他仍未原谅自己 便准备离开这里 然而霸总却喊住了他 下一秒 他竟直接抢吻了小念 然后当着父亲的面 和小念求婚了